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住親友接送 或用自駕 步行的方式前往醫院 如果先通知衛生局 那先解除電子威力比較好 那但是如果在緊急情況 來不及通知就去的話 那事後我們也會不罰 臺大小孩感染科醫師李秉穎表示 兒童如果確診 病毒跑到幼童腦部 就會引起腦炎 尤其小朋友的免疫系統比較弱 腦炎的機率就會比成人還高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 現在就是兒童的那個收治的單位夠不夠 特別的那個裝折病患來收治重症的兒童病患 那這個也就是牽涉到我們的醫療照顧 跟這些兒童病患以後 是不是會康復的一個指標了 這是我們要隨時去檢討的 目前世界各國普遍讓5到11歲兒童 接種輝瑞或莫德納等NRNA疫苗 但李秉穎認為 次蛋白疫苗的副作用比較輕微 可以選擇給幼童施打 輝瑞的疫苗5到11歲也還沒有緊急授權 還是要再審查 給我給月到4歲現在沒有疫苗打 正在研究或者是說正在審查 就認為說趕快去做蛋白試驗 蛋白就是最 蛋白試驗高端又不做這個試驗 剛端就在等12到18歲 海童暴露於染疫風險之中 家長都希望能夠保護心愛的寶貝 不要再讓漢時發生 華視新聞方庭中央會特別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 訂閱按鈕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按鈕開啟大視